各位听众,默克尔和奥朗德就希腊债务问题施加压力以便能够最终达成协议 这是标注日期为6月3号星期三的《法国晚报世界报》的头版头条大字标题 该报指出,德国总理默克尔和法国总统奥朗德周一晚上就希腊债务问题主持召开了一个剪辑会议 参加会议的有国际货币基金组织、欧洲央行以及欧盟委员会 星期二,各方就希腊债务问题一直在围绕一份协议草案进行谈判 与此同时,自本月5日起,希腊应该向国际货币基金组织偿还系列款项 法国《世界报》还指出,退休金问题依旧是希腊和国际货币基金组织之间争执的一个要点 国际货币基金组织要求希腊政府继续降低发放的退休金数额 另外,引发争执的还有希腊2015年的财政赤字水平 希腊的债权人要求希腊政府再节约20亿欧元 在《经济和企业》复刊,法国《世界报》在头版刊出大字标题 法德两国就希腊债务问题发起猛攻 相关的文章指出,在经历四个月的上下起伏之后 希腊和其债权人6月2号星期二似乎终于快达成协议了 法国总统奥朗德和德国总理默克尔在相关的谈判中 用尽了他们的一切政治力量 以便让欧盟委员会和国际货币基金组织就协议点头 在《经济和企业》复刊的那一页 法国《世界报》指出,奥朗德和默克尔希望就希腊债务问题达成协议 两人坚决地希望欧元区能够尽快地走出目前的死胡同 而国际货币基金组织一直要求雅典当局就退休金问题做出新的让步 在国际版面,标注日期为6月3号星期三的《法国晚报世界报》也报道了发生在武汉附近的长江客船翻船事件 相关大字标题是,在中国长江客船翻船后400多人失踪 文章在综述中国媒体的相关报道的同时指出 中国总理李克强于星期二早上赶到出事地点 中国国家主席习近平也做出指示,要求尽一切力量救人 中国媒体也展示了李克强已经在一个控制台坐镇指挥救援工作 《世界报》说,中国共产党领导人希望在灾难出现的时候向人们展示 自己是一个负责任的国家领导人 以避免遭受来自网络的有时可能会是十分激烈的批评 比如2011年温州动车事故或者是上海跨年夜踩踏悲剧之后 民众的一片批评的声音 在第二版的国际版面,标注日期为6月3号星期三的 《法国晚报世界报》重点关注伊斯兰国武装的挺进势头 相关文章指出,有22个国家组成的国际联盟没有能够让伊斯兰国武装后退 在伊斯兰国武装在伊拉克夺取拉玛迪 在叙利亚夺取帕尔米拉之后 这22个反对胜战者的国家于6月2号星期二汇聚巴黎 在国际版面,标注日期为6月3号星期三的《法国晚报世界报》重点关注的国际新闻还有 德国开始就同性婚姻问题展开辩论 古巴的反对派在古巴和美国关系解冻的今天处于两难的境地等等 各位听众,以上是法国世界报摘要节目 本次节目由阿曼廷编播,感谢收听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各位听众,默克尔和奥朗德就希腊债务问题施加压力以便能够最终达成协议 这是标注日期为6月3号星期三的《法国晚报世界报》的头版头条大字标题 该报指出,德国总理默克尔和法国总统奥朗德周一晚上就希腊债务问题主持召开了一个紧急会议 参加会议的有国际货币基金组织、欧洲央行以及欧盟委员会 星期二,各方就希腊债务问题一直在围绕一份协议草案进行谈判 与此同时,自本月5日起,希腊应该向国际货币基金组织偿还系列款项 法国《世界报》还指出,退休金问题依旧是希腊和国际货币基金组织之间争执的一个要点 国际货币基金组织要求希腊政府继续降低发放的退休金数额 另外,引发争执的还有希腊2015年的财政赤子水平 希腊的债权人要求希腊政府再节约20亿欧元 在《经济和企业》复刊,法国《世界报》在头版刊出大字标题 法德两国就希腊债务问题发起猛攻 相关的文章指出,在经历四个月的上下起伏之后 希腊和其债权人6月2号星期二似乎终于快达成协议了 法国总统奥朗德和德国总理默克尔在相关的谈判中 用尽了他们的一切政治力量 以便让欧盟委员会和国际货币基金组织就协议点头 在《经济和企业》复刊的内页 法国《世界报》指出 奥朗德和默克尔希望就希腊债务问题达成协议 两人坚决地希望欧元区能够尽快地走出目前的死胡同 而国际货币基金组织一直要求雅典当局就退休金问题做出新的让步 在国际版面,标注日期为6月3号星期三的《法国晚报世界报》也报道了发生在武汉附近的长江客船翻船事件 相关大字标题是 在中国长江客船翻船后400多人失踪 文章在综述中国媒体的相关报道的同时指出 中国总理李克强于星期二早上赶到出事地点 中国国家主席习近平也做出指示 要求尽一切力量救人 中国媒体也展示了李克强已经在一个控制台坐镇指挥救援工作 《世界报》说 中国共产党领导人希望在灾难出现的时候向人们展示 自己是一个负责任的国家领导人 以避免遭受来自网络的有时可能会是十分激烈的批评 比如2011年温州动车事故或者是上海跨年夜踩踏悲剧之后 民众的一片批评的声音 在第二版的国际版面 标注日期为6月3号星期三的法国晚报世界报 重点关注伊斯兰国武装的挺进势头 相关文章指出 有22个国家组成的国际联盟没有能够让伊斯兰国武装后退 在伊斯兰国武装在伊拉克夺取拉玛迪 在叙利亚夺取帕尔米拉之后 这22个反对胜战者的国家于6月2号星期二汇聚巴黎 在国际版面标注日期为6月3号星期三的 法国晚报世界报重点关注的国际新闻还有 德国开始就同性婚姻问题展开辩论 古巴的反对派在古巴和美国关系解冻的今天 处于两难的境地等等 各位听众 以上是法国世界报摘要节目 本次节目由阿曼廷编播 感谢收听